加油小学生的家长恐怕都有过养残宝宝的经历 养小动物这口粮是必不可少的 这不最近一位爸爸为了给儿子饲养的残宝宝摘桑叶 竟然做出了一个任性的举动 当场被民警给逮住了 5月12日中午 里水高速交警在温利高速上巡逻时 发现一辆面包车停在硬路肩上 后方没有采取任何警示措施 一名男子正探着身子好像在路边摘着什么东西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 经询问张某表示自己从离水出发 驾车到青田 途经该路段的时候 看到高速公路外有一棵桑树 突然想到自己儿子养残宝宝正好缺桑叶 于是就把车往硬路肩上一停 下车给儿子摘桑叶 可当时正下着雨 视线原本就不好 男子的这波操作实在太危险 高速公路上围停只为给儿子摘桑叶 这位父亲确实有点任性 民警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依法对其未按规定停车的违法行为 处以200元罚款 这几张桑叶的代价还真是不小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